放學期間學生有的人是走路回家 有的人則是在公車站牌前準備搭車返家 這是站牌前後停了不少的車輛 大家都是準備來接送小孩的 但此舉卻造成交通安全的隱憂 我們這裡是公車 公車在這裡停滯 就是有2、3、5、9、1、8、3、2、8、3 我們現在台里國中在頭前 台里國中在頭前 上海國中間包括路口上停車 我們的公車都要走到路上去 非常危險 大理東里路雖然是兩線道路 但目前有23以及283等四路公車行駛 因此搭車民眾相當多 不過由於有人貪圖方便 將車輛暫停在公車站牌附近 使得公車到站時都只能停在路中央 連帶也拉長了民眾上下車的時間相當危險 也常造成公車後方的車輛大排長龍 衍生了不少抱怨 現在就是邀請我們邀請來為公車停車站 公車停車站 還有頭上下一個班 改善 讓我們要不要說下車下車 也要停車的時候要走到路中 包括電動時間 包括小孩下課非常危險 為了安全起見 明帶要求市府在道路兩側都 劃設公車停靠區以及慢的標誌 並呼籲民眾 不要再將車輛停在公車停靠區的附近 一來確保搭車民眾的安全 交通也能夠更加順暢 接著來秋風 台中採訪報導